蔡堆曾担任交通部部长 目前全新投入慈激志工行列 认为对的是做就对了 发愿每天熏法香 增长慧命 利益众生 攀钢资深媒体人 在两岸文化圈极有影响力 期许媒体可真正发挥 暴政导政的功能 以善念出发 传播真善美 期许人与人之间 以诚以情 化解纷争 传递美善在任间 各位师兄姐 真的很荣幸 今天能够 一方面是我发愿 想要能够做一个善事 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也是媒体人 那我们蔡部长 在中午观的期间 我们的 我信仪已久 那很意外地 因为这样子的 这慈祭的姻缘 在这认识了蔡部长 那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好 作为一位慈祭的向往者也好 发心向善的实践者也好 我会非常好奇 就是说 蔡部长作为一位政务官 他是怎么样子 这样子走进我们在慈祭的领域里面 谢谢潘师兄 其实呢 我自己真的很惭愧 所知障很深 我接触慈祭 太多姻缘 最少的姻缘是 我跟上人居住的出生地 相距500公尺 可是上人创建慈祭 那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建慈祭 到了所谓的大原空难 那个时候 我是民航局的局长 我才看到慈祭的师兄姐 看到众多的姻缘 在那个地方发生 可是真的还是手智障 大原空难完了以后 我回到交通部 那时候局长回到交通部 我仅止于是慈祭的会员 也圆满一个溶洞 但是还是没有姻缘培训 到了各位师姐师兄 如果您是比较资深的 有几件大事情 跟各位可能都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小巨蛋 我们的水灿演艺 虽然我还没有这个培训 可是我参加了 见证到自己了 真的是供告我慢 另外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这个形容不好 就是临门一角 是在311地震的时候 我到那个地方去 看到慈祭给予日本这些乡亲 这样子的一个弯腰弯得比他们还要低 但是对于他们实质的帮助非常大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一回来 我马上就填表 参与培训 所以我想 这一段其实是我自己的 真的是要检讨 但是总算圆满 然后培训完成 谢谢蔡部长的分享 您在看 就是说我们慈祭这样一个置业 它这样广批全球 那作为 您是作为上人的弟子 所以您做一个实践的工作 那您在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您看上人 关注这个全球的时候 你看他的眼光 他的一个思维 我想你应该会有些感触 就是说 他在整个播化 包括人道关怀的时候 他看到了些什么 那你 让你特别有感触 上人讲说 对的事 做就对了 而且我们要把握因缘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 高雄气爆的时候 各位台北的师兄师姐 大概知道 高雄是很辛苦 我们台北在甘朝急 因为上人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同意我们 到高雄去 这个刚好 这个8月6号的时候 上人说 高雄无影价 是不是 其他的所在 慢慢的可以 我听到这句话 连报名都来不及 我就先到岗山去 刚好岗山那天 也有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跟大家分享 分享完了 所以我就不回台北了 我就跑到高雄去了 我说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结果 第一天 所有全台的 师兄师姐到那边去 结果 8月8号 我们到现场 又漏气了 上人说 这个 不能开玩笑 全大队回到静思堂 所以我最后说 今天是8月8号 我联想到 因为在 八八凤灾的时候 小林村 我也 若干了足迹 我说 今天我要8月8号 我到小林村去 看那些朋友 所以那天去 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说 掌握姻缘 你任何时候 能够掌握的话 绝对是有效 第二个 我也给各位分享 乌来 在苏迪勒的时候 我第一天 因为人到援助会 我自己是 这个运输组 所以我第一天 在完全还没有 开放的时候 我就进去了 所有东西 一塌糊涂 可是我们还是要珍惜 那上轮当然有睿智 我们马上第二天 我们的净水车就上去了 各位 如果有去当地清淤的 你大概记得 我们第二天以后 喝的就不是 所谓的瓶装水了 是我们净水车 所做出来的水 所以我觉得说 任何一个时候 真的是 你要掌握姻缘 掌握姻缘 你最后 应该会有 刚刚你所讲的 你会感觉 发喜充满 甚至会 智慧增长 我在这里我要 给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真的智慧不够 但是经过上人 可以说 启发以后 真的增长 这次土耳其 我们大发放的时候 就是为叙利亚的这些小朋友 给他们的教育机会 然后给他发放 那我是认为说 上人给这些协调土耳其的学校 下午班 给这些小朋友上课 给这些小朋友文具 已经是 就慈善来讲 已经相当不错了 没有想到上人说 这些小朋友原来都有工作 要负担家计 所以我们不但是要给他 上课的机会 我们还要给他 原来有多少收入 我们要补助他 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原来我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真的上人讲 因为你要让这些小朋友 走出他的恨 启发他的爱 只有这种机会 他才能够安心地 在学校里面上课 当然诸多了 太多了 但最少我认为说 总结这一段 我参与比较高兴的 就是发系充满 作为一个媒体记者 我其实很好奇 就是说像您 作为一个政务官 警察被媒体在旁边 这样子炮轰 那甚至去年 我们直接接受了一个媒体 一个恐怖的风暴 那对我来讲 我是很压抑 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训练里面 跟我们讲 就是我做一个新闻 然后我接过一个讯息的时候 我其实是必须有几个 基本动作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求证 求证完 第二个 我的新闻一定要写平衡报道 我一定要给被指涉的人说话 这样子可以达到一个 因为我们人都是 视角都是有限的 这个整个媒体 不分云游的 非常多媒体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看他们写新闻我就知道 他不去做平衡报道 不来做求证 他就直接把某些纯述写上去了 那在新闻里面呢 他就产生一个叫做螺旋效应 就是说一旦陷入为主 这是经过学术研究的 完全经过学术研究 你一旦陷入为主之后 你要花费很多力气 去把它矫正过来 而且甚至是失效 英国的研究里面显示 你做了再多的平衡 再多的后来的纠正 还是没有效 对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你对媒体有怎样一个期望 我是很感触了 但是闽南话讲的 你怎么相信 因为我自己尤其在政务官的时候 我自己的发言 然后最后呈现在媒体上 其实有相当大的落差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属于专业性的东西 都会这样子 何况说是一个比较争议性的 当然我们 我现在也在这边 人文职业中心陪伴 我们也知道说 目前的媒体属性 或者现在的一个变化 尤其在自媒体的时代 我们有被误解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做适度的澄清 但是澄清就 您刚刚所指教的 澄清是事后效果并不是很大 不如说我们在事前 或者来用其他旁敲侧击的方式 来做某些正向的发展 我想我愿意举两个简单例子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我身上 去年在那个时候 我的会员其实也有若干 就是我们收功德款的会员 也有若干的流失 但是我们并没有气馁 我们还是继续陪伴 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把这个收据 把一个小纪念品 然后又到他那边去做一做 最后他也发现 那个时候所看到的 跟这一段时间以来 不管是八仙城报 或者是诸多的社会上的活动 他自己也知道说 慈激并不是那样子 所以他不但是主动回来 而且他还加码 所以我觉得说 只要我们慈激 继续该我们做的 我们做绝对是有效 第二个也是跟潘兄分享 我认识一位非常 算是高阶的媒体主管 这个媒体原来 这个实话实说 在报导此季的时候 多多少少取舍的时候 都是比较负面取舍 可是因为某些姻缘 陪伴了将近一年 最近如果看到他们的取舍 非常感恩 80%到90%都是 实际正向的讯息 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慢慢的 有耐心的去陪伴 当事实呈现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给予了 比较属于中性 或者正面的一个报导 那当然自媒体的时代 我们更要自己努力 那人文职业中心 我们自己除了原来的 这个平面 原来的这个所谓的 大爱电视以外 我们自己的网络新闻 还有自媒体 我们自己也在加强 那我们也期待 就是有一些正向的 我们每天先给它传播出去 我想也只能说 在这个乱世 用这个来对峙 说不定是有效一点 谢谢部长的勉励 他似乎认为我们 就是说人是有佛心的 有善念的 所以我们只要秉持住这个原则 那做对的事情 仅仅可以做的 对 作为一个传播媒体 我很明显地看到 它在商品化 这个商品化 可是这个商品化的过程 也很特别 就是说我们想象之中 你就算要把一个商品 卖给最多的消费者 应该也是符合 这个大部分消费者的 一个需求 而这个需求呢 是带来好处的 就是说是正确的 是不扭曲的新闻 照理来讲 它应该是要获得 最多消费者的支持的 那可是在这样一个 我想是一个媒体的 转型的一个过程吧 我们非常多 我们台湾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媒体太多 然后我们的竞争太激烈 对 所以在一个求生存的状况之下 它会不知不觉地就走偏了 走向华众取宠 对 可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还是会觉得说 我希望它是一个阵痛 一个媒体的阵痛 最后它终究还是导向回 一个正道的东西 它做一个商品 也是要做好商品 大家只会买 是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在 对我来讲 我是 我未来如果能够 好好的发心力愿 从事这样一个 我们人文之业的 志工的时候 我是希望我能够连把以前的新闻媒体的同业们 他们都 大家能够多多地举行一些交流 对 然后把我们以前所忽略掉的这种新闻媒体的 现在逐渐被忽略掉新闻媒体的一些理念 大家重新再去好好的反省一下 对 那尤其是在报道新闻的时候 究竟我们做媒体 我们到底是 只是一个话语权吗 只是一个 新闻彰显的话语权的展示吗 还是我是希望我透过这样一个报导之后 让这个社会大众更了解社会的现象 然后把一些好的价值对有利于我们人生的一些价值传播出去 所以我很高兴我这些年来都从事文化艺术的报导 以前经常有人骂我们说 说你们媒体什么都不报导 老是报导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有时候就会跟一些这些质疑的朋友们说 那我请问你 今天文化新闻头条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会愣了一下 那我说 今天我们假想文化艺术是一个 人类有价值东西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流存 一个成果 一个文化的展现 报纸或者是媒体 他事实上也有提供了这样的讯息 投入了一批采访编辑人力 在做这样的报导 其实我看我们大爱台有非常多这种报导 当他放在那里 你如果不去鼓励他 去读他 然后你整天就在讲说 媒体乱七八糟 不报导好的东西 那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的传播者来讲 他会非常泄气 他真的很泄气 他会觉得说 我明明就做了这样的报导了 可是你不来鼓励我 他的阅读率 每一次在所有的新闻调查版面里 都是敬陪莫作的时候 那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 社会大众在鼓励媒体的时候 在督导媒体的时候 他也有他应该要尽得一定的一个责任 所以会期待 就是说我们大家多鼓励 这样子来报导 这样子的节目 如果有这样的节目就多多收视 让他广告一大堆 真相 这是真的是作为一个从业媒体的一个愿望 那我也希望我在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能够多做这方面的一个链接 那不晓得副长您 新的一年有怎么样的一个期许吗 我当然还是期待就是这个所有的 刚刚所讲的就是大家电视或者人文职业中心的一个目标能够达成 那这个对我自己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了这个继续了 这个每天这个五点二十来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了 共同了我们来熏法 然后我们来成长 这个上人法华了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 各位师兄师姐可能都是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个 这个不管是看大爱电视或者是每天早上熏法 我觉得这个熏字非常好 就是建议各位了 不管你今天这个所谓的三圣 你是大根器中根器小根器 那只要你有熏这个我们药草玉品里面所讲的这个最后都会雨露均沾 你大根器你就沾得更多 那我们借由这个这种方式了 其实最终了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人 那影响更多的朋友一起来 这是我想我第一个愿 第二个愿当然就是慈祭一直都在 我们借由这一个方式了 就是不管是人文职业中心 或者是像潘师兄了 在媒体界的影响力 让社会大众看到慈祭了 在美善传播上 共同所做出来的努力 当然各位师兄姐都是重要的投入 也就是真正的实体内容都是各位师兄姐 所以我们也愿各位师兄姐了 我们共同来 包括我们警戒的朋友 这个可以说非常感恩的这个 我们在慈景会 或者是广义的警戒的朋友 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这是我的新年的愿 感恩 哇 真是太棒了 那我最后呢 我呼应一下我们部长 就是您这样的发愿 然后让我回想到 当年我跑文化艺术的时候的 对我的所有的新闻同仁 所讲的一些话 我跑文化艺术 有时候会蛮气馁的 说真的 因为我们在做美善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社会 对这方面的接受 并没有很积极 然后 有的啦 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缺乏回想 你会看到社会新闻 怎么有几百万几千个点阅 几千万的点阅 那个八卦新闻点阅量非常大 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的点阅数 都是展展之数 这样会有 有的时候会产生疑惑 沮丧 可是我们每每就是 跟你这样发心力愿的一个过程 是完全是一样的 我会跟我的新闻同业人员说 我说你看人类的历史的变化 都是五十年一百年在计算的 五十年一百年才改变那一点点 对啊 所以文化艺术也五十年一百年 才改变一点点 所以那你今天写些新闻 我们没有获得回响 你不能气馁 他跟我们做善事很像 就是你没有 我后来跟他们讲一句话 就是做文化艺术工作者 没有悲观的权利 那同样的 我们做这个 我们持续这样一个人文志业 这样持续一个关怀 也没有任何悲观的权利 不管社会大众再怎么样子的 对我们有所误解 我们就是像有人说的 你只要做就是对了 就是做 把它传播出去 没有其他好怀疑的 因为那就是对我们 这样一个人生是最大的 对社会是最大的福祉 谢谢 我非常 最后我非常呼应我们潘师兄 善的循环是很重要 但是确实是需要时间来成就 各位师兄师姐 如果你看到我们南非有多少的黑菩萨 但是现在当年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在慈激大学 这些种子将来回去一定是一生无量 我们太北的慈激耕耘了二十几年 善的种子拨了这么久 现在这些太北的小朋友在慈激大学 也会回到当地 同样的这种人无美善 在眼前 中期 未来 其实都有它的效应 只要我们能够适当的播种 这个无量衣经里面讲的 确实是绝对会一生无量 把整个美善传播到全球各地 感恩潘师兄 谢谢 谢谢今天的我们蔡副长的心理讲究的分享 那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回馈 非常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提出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